台湾本土美女主持人,北富豪骗去生儿子后惨遭抛弃,为辅养儿子一年接300个通告,32岁变成了这样。 台湾本土美女主持人,北富豪骗去生儿子后惨遭抛弃,为辅养儿子一年接300个通告,32岁变成了这样。 娱乐圈很多女星都有一个豪门梦,嫁入豪门的人似乎只有少数一些看起来幸福的,大多都是在抢颜欢笑罢了。 更可怜的是很多生了孩子都还未能嫁入豪门,比如吴佩慈,梁洛诗等等。 还有一个比吴佩慈,梁洛诗更加励志的人,他就是韦汝,台湾知名主持人。 他与富豪张刚为有过一段恋情,陷入爱情的他在未婚的情况下为他生了一个儿子。 但是万万没想到沈完就被男友不理不睬并出轨他人,只承诺每个月给予一点的抚养费。 给予的抚养费根本不够开销,他为了抚养儿子疯狂地接通告。 一年都有300个通告等住他,投入工作的他也变得越来越优秀。 真的是越努力越美丽,韦汝现在整个人的气质都不一样了。 穿达也是越来越时尚,成为了时尚达人了。 32岁的韦汝看起来像小姑娘一样,靠自己依然可以把孩子抚养得很好,这才是最有魅力的女人。 3. 沈维鲁 沈维鲁参与2007年台北电脑应用展。 4. 沈维鲁